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寵物好精靈》 今天台長回來了 可以坐在這裏 但他好像不太想看著你們 而今天我為大家說的寵物是可愛到爆的爆炸狗 爆炸狗正式的名字叫做卷毛比鴻犬 早在13世紀歐洲就出現 當時特別深受西班牙人的垂青 在14世紀的晚期 西班牙水秀在航行中將它視為交易品 最終在一個西班牙的特洛里肺島上大量繁殖 比鴻犬除在西班牙水秀交易又去了意大利 沒多久就成為意大利貴族門的新寵兒 而1500年當法國入侵意大利時 法國人就被比鴻犬雪白白地可愛的樣子迷住了 將它視為戰利品地運回法國 最後衣館船封就直管整個歐洲的貴族圈 而卷毛比鴻犬因為身形細小 它最大的賣點就是頭部和全身軟霧霧 好像捲蝦捲蝦的無顏咕嚕 真是可愛死呀 而性格方面它們機靈活潑 加上一對污漆漆的黑眼睛乖乖地坐著又不動 不像它 而且武神神 好像玩具那樣 又成舊麵花糖那樣 哪有人不喜歡它呀 至於打理上就要下一點功夫 因為不想它好像生意失敗 和頭髮蓬鬆滿臉鬚筋那樣的人 所以要定期每日梳理進行專業的修剪 而卷毛比鴻犬對居住環境要求都很高 經常需要人陪 這一點真的特別注意 講到它 我們一定要提一下屋虎 屋虎是誰 香港人可能比較陌生 但台灣就皆知賀聞 因為看電視、看報紙都會有它的消息 就是台灣天后蔡依林 大概在2007年 養了一隻草物 就是卷毛比鴻犬 叫屋虎 正式成為狗媽媽 Jolin無論工作出遊 幾乎都將她的愛犬打起身邊 Facebook上面都經常出現她們母子的合照 愛犬亦都成為台灣最有人氣的明星之一 那我們先看看 Jolin犬子 嗚虎踩豆豆鞋 進軍時尚圈 哈囉大家好 我是嗚虎 我的媽咪就是歌壇天后 Jolin踩伊林 不過今天我才是主角 蘋果有我示範 踏子豆豆鞋 是我進軍時尚圈的處女座 排場可是不輸給媽咪喔 早上坐媽咪的保母車去美容 嗚虎的老師、阿姨、媽咪的經紀人都來陪我 助理阿姨抱著我不敢讓我落地 怕弄髒我的腳 拍照前老師先幫我上妝補粉 然後整理造型 你看我是不是變得更可愛呢 我不只是長得可愛 還會表演被拖被拖的撒嬌絕招 你看蘋果的姊姊們都輪流抱著我不放 還線上身穩 長得帥就是有這種福利啦 好了不多說 我要認真工作了 攝影大哥要幫我拍好看一點喔 大家都稱讚我很適合當藝人 經紀人趕快來簽我 看不好以後我會比媽咪還紅呢 最近HITTO頒獎典禮巨星混雜 不過唯獨不見了Jolin 原來她和屋虎逛大街 還被傳媒拍到她 她以為戴了一個黑色口罩 就沒人拍得出 但見到有個女生牽著白色的鼻紅犬 明眼的粉絲一看就知道 這個是蔡依林和她的愛犬屋虎蘭 在台北呢 穿著藍白橫條無袖連身裙 側邊還有小心機 挖空的設計 讓曼妙好身材若隱若現 她和友人先到咖啡店 等待挖一袋食物時 順手隨性地將頭髮盤起 沒想到雙手一抬 裡面的桃紅色比基尼也跟著曝光 頓時讓門的天氣消失不少喔 接著Jolin和朋友一起去逛花市 她像個好奇寶寶東看看西看看 煤炭都沒有放過 而假日人潮眾多 只戴了黑色口罩的她 還是被不少民眾認出來 她沒有遮遮掩掩 而是任由路人拍照 甚至有民眾都能嗚呼 她也只是微笑沒有閃躲 看來心情相當不錯 最後Jolin和友人買了一個盆栽 以及一束花就回家了 下來了就是我們的小日園週記 以及拍拍Q&A了 قد蘑 いき 報了一小時 竟然一條女子都沒有入廁所 怎麼那麼多? 沒有東西可以看 讓我出去看看 咦? 很好聽的結他聲 究竟 哪裡來的呢? 不是這間房 咦?是這間房全日來的 咦?長頭髮的 難道是美女? 讓我走過去看看 嘩!不是啊! 咦? 沒見過文職嗎? 走快點 避開鬼 咦? 咦?這裏這麼多人 咦?十三妹 啊!小日圓 乖乖! 你今天乖不乖? 乖呀乖呀! 乖乖啦!乖乖啦! 我好快的 只要一個小時 不要啊!不要啊! 乖乖呀! 乖乖呀!小若園呀! 不要玩啦! 十三妹要拍攝 要直播做節目啦! 聽話啦!好不好? 不要啊!我又把她按下了 不用啊! 不要啊! 好了! 你幫我們拍攝好不好? 幫你們拍照?好啊! 來來來來來... 7月13妹 看著呀! 點開!搞定! 多謝客家佬 乖啦!快點去啊! 走老了! 小鱼魚很想走 小鱼魚很想走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PayPay Q&A 今集跟大家說 刺蝟 刺蝟是一種很小的 好像手掌那麼大的物體 反轉了套 很可愛無神神可以摸 因為它很膽小的關係 很喜歡縮起來 就變成一個球 就會縮起來和大家見面 而且很多人都以為 刺蝟其實是戰豬的一種 但兩者完全沒有任何關聯 戰豬其實是列子母 而刺蝟是食蟲木的 暴雨類動物 前者的體型有2至3斜長 後者就手掌那麼小 加上刺蝟的刺 就不可以脫落 就像頭髮脫掉了 不會生髮 跟戰豬都不同 戰豬是會脫刺的 一般的刺蝟可以活到4至7年 但作為寵物寵愛 刺蝟的刺蝟 根據紀錄最長的就是高達16年 由於刺蝟是來自非洲的野行動物 日間他們通常會這樣睡覺 晚上才會到處走 因為刺蝟本身會在清晨或黃昏之間覓食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喜歡吃幼忍 蟲蟲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的原因 就是這樣 因為大家有沒有試過 在農場幫忙捉蟲 運泥套 通常都要4至5時至6時 這段時間起床 才會捉到幼忍出來 總之外國生活的人 就會試過這種體驗 是很噁心的 有些幼忍是乘客 而且刺蝟很喜歡吃牠們 牠們的食量很大 每一次可以有十多二十條 說回來 雖然刺蝟每天會睡十多個小時 但牠們的新陳代謝速度很快 所以要大量補充食物 來補充牠們的熱量 所以牠們會一天吃很多很多東西 所以如果是飼養牠們的主人 就要長期放肛爛 讓牠們隨時食用 真的不可以養瘦牠們 有些主人閒事 就用麥皮蟲作為零食 聽到麥皮蟲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好像幽隱的東西 但又不是幽隱那麼長 麥皮蟲在甘魚街 便可以買 我們現在看一看 什麼叫做麥皮蟲 說到刺蝟居住的環境 由於刺蝟皮褲非常敏感 所以自養刺蝟的時候 除了準備食水之外 都應該要放木肝墊底 吸走牠們排泄物的味道 注意木肝一定要保持乾爽 因為潮濕的環境 會影響刺蝟的肚皮和四肢 剛才都說過 刺蝟的肚皮是無神神很好摸的 如果濕了的話 很難乾就可能 刺蝟 刺蝉 刺蝉 不知刺什麼 總之大家要記住 保持刺蝟的肚皮和四肢乾爽 還有刺蝟不喜歡強光 所以千萬不要放在牠們陽光下佈 也不要 無端端 刺蝟有個箱 這裡放一支燈 也不可以 加上牠們 一般適應的生活溫度 是23度至27度之間 所以如果你在香港 冬天的時候 最好在牠們的箱 即牠們的籠 底部放在暖箭 上面有個甲網 這樣讓牠們取暖 不會冬眠 因為牠是一個會冬眠的動物 一冬眠了 就很嚴重 也說 如果發現刺蝟脫刺 就可能是有病 值得一提的 就是 剛剛出生的小刺蝟 兩三天之後才會出刺 而小刺蝟比大刺蝟的刺 又尖又又 所以如果真的要幫牠們生嬰兒的時候 大家摸的時候記得戴手套 刺蝟是天生的食蟲者 但都會吃水果蔬菜 蛋 肉 或其他東西 牠們很容易便肥 所以合乎標準的飲食 以及高質量的飲食 亦都是牠們的主要標準 刺蝟的營養其實都不太確定 大家可以餵高質量的粗莫貓糧給牠 因為貓糧蛋白質成份很高 刺蝟大致上分為三種顏色 首先是圓色 跟著就是橫色 而最獨特的就是白色品種 白色品種的刺蝟會有一對紅色眼睛 我們下一集就會請到一個特別紅色眼睛的白色刺蝟 帶牠主人過來做嘉賓 在完之前 我們去一去片看看這個白色刺蝟有多可愛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大家就密切留意我們下集 拜拜 去 viv器 CDs 胡扒 胡扒 你找那麼兇散 然後